大家好,我是阿萨外汇社区的刘老师 欢迎收看我们本期的外汇投资安全局节目 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有没有看过直播 从2010年开始,各种各样的直播像雨后春笋一样的冒出 真的是不要太火爆 其中直播带货,尤其是网红带货 更是成了新的风口 而且随着直播的热度越来越高 就连一向最讲究稳重的金融机构也都按捺不住了 直播带货的热潮开始刮向了金融界 在金融界最先试水直播带货的就是那些公股基金 自疫情以来,各家基金公司纷纷开启了直播 在淘宝直播,腾讯台湖通,新年基金网的平台 那评论里看起来高高在上远不可及的基金经理们 纷纷下场做起了金融界的李佳琪和薇扬 而这股直播带货的热潮也吸引了骗子们的注意力 直播带货竟然也给骗子们玩出了新的花样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骗子们是怎么去做这个直播带货的 在那些直播间里,那些所谓的老师,大咖们 每天会进行数小时不间断的直播 直接带你操作外盘的原油黄金期货的日内短线 并且张口闭口都在说,这个怎么怎么能赚钱 一般他们会给到你某个品种入场点位 有时候还比较准确 那么在直播间中,这些老师还会要求这些观众 统一,听指挥,执行力,到位,不下单,下单,加金就加金 然后一堆水均小号就开始赛营力图了 这些谁一天赚了多少年,这些谁一天十万本金赚了一万等等 这些一个个的活生生的案例摆在面前的时候就充满了诱惑力 等你被洗脑了,接着他们就会给你开户链接 只要你去这个平台开户,就跟他们一起算钱 同时还会给你这个平台的营业执照,监管拍照等等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可疑的地方 实际上这些都是他们自己建立的网站 你看到这些所谓的这些证兆也都是假冒的 据我的了解,目前这些金融直播间 大部分都是引导去做外汇,横止这些黑平台 那么很多小爱投资者就在这些所谓的金融直播间的主公门的蛊惑之下 投入了自己的真金白银,参与了这个许可平台交易 结果是一分钱本金的收不回来 甚至有很多人因此是倾家荡产 这样的案例在我们的社区隔三差五就能碰到 甚至就算已经出现亏损了 还有很多人会心存侥幸 在那些巨额收益的洗脑训练下 萌生了再多一次的冲动 却不知道前面等待你的可能是更加严重的亏损 如果说我想被骗 那么你就要管好自己心中的贪念 这样骗主你没办法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至亲之外 没有谁会对你无缘无故的好 如果有,那是因为你身上有他们想要熬东西 你想要跟着这些所谓的大咖门赚大钱 其实人家盯上的是你口袋里的本心 想做外投资需要东西很多 不仅需要一个好平台 还需要你好好的学习 需要加益知识 如果说你不知道在那里可以学习投资知识的话 可以看看我马上社区 好了,那么我今天就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些了 如果说你还有其他外投资的问题的话 可以在视频底下留言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阿萨社区 去加助理,去详细咨询 好的,等一下,我们下一期再见